本欄目由广汽丰田独家冠名播出 你好 进入12月了 宏观经济话题再度进入人们的事业 尤其现在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快开了 之前已经开了一个中央政府工作会议 一般来说这个就是 政治局的会议 对 吹风会嘛 这边都是定调会 对 所以说明年的经济工作要定调了 对 而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 就现在国内外普遍在热烈的讨论一个概念 叫资产泡沫 最近世界银行的行长佐利克 在金融时报上就写了这样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 咱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 政策可能出现的微调甚至转向 在日益触动市场敏感的神经 尤其是资产价格的迅速飙升 已成政策理由 更是业界瞩目的话题 11月26日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金融时报转文指出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 资产泡沫可能将成为下一个脆弱链条 再次破坏人们的升级 在佐利克看来 亚洲对于风险更为明显 目前亚洲正引领全球经济前行 伴随着这种颇受欢迎的经济增长 是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映 佐利克预言 2008到2009年度危机的解决方案 或许会给2010年乃至更远的麻烦埋下过 佐利克这个人咱们经常聊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 亚洲资产泡沫不容忽视 文章里面有一句话 说老剧本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新结局 他老剧本指的是这种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打开资金阀门来应对危机 新结局 他这里面写到 说是一种新的风险正在浮现 叫资产泡沫 他甚至说2010年有可能成为一个 又一个危险的年份 而且他点的名了 大陆 香港 新加坡 这个危险应该怎么理解 只要资产全面爆破的话 那就是一个大萧条的开始 比如说1997年亚洲 包括香港 有非常严重的泡沫 一被锁了是狙击之后 多年的萧条 要不是香港 碰到了我们中央政府的自由行动等等 帮助到现在 我看了还是萧条的 但是更可怕是什么 你发现现在的房价 又回到1997年水平了 现在超过了 而且09年之后和09之前 情况是不一样的 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复杂的世界危机的环境 那以后的话怎么办呢 现在不是香港的问题了 而是中国大陆跟香港本身 我们都在资产泡沫化 那这个危机就很大了 那如果再次爆破呢 那如果我们自己也爆破呢 那自不不想来管 还管得了香港吗 这就是佐利克的意思 所以佐利克的预言 这个所谓的危险 是这个资产泡沫的一个爆破 对 所以他就很担心了 在那文章里面这么写的 他说如果说 中国资产泡沫爆破的话呢 那将是2010年 全球经济危机的 再一次开始 佐利克的那个看法 不单是他一个人的 也不单是世界银行的 各国都有所警惕 但是我感觉很困惶 比如说越南啊 澳大利亚啊 他们都在考虑 如何去适时的收缩 这个宽松的近代政策 慢慢的加息 越南打响了 亚洲加息的第一枪 慢慢的想要退出 这样的概念 可是我刚刚说的 那个定调会 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会议 依然说我们要坚持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和宽松的刺激政策 为什么 挪威 以色列 印度 他们害怕 害怕资产泡沫化 更可怕什么 那么害怕动物膨胀 那是不是中国就不害怕了 是不是因为我没经历过啊 但问题在于 就算这种加息啊 收缩流动性的举措 在佐利克的文章里看来 也是不可取的 他说复苏势头 比较疲弱的地区 比如说美欧 如果忽然的这种收紧利率啊 可能会引发另一轮的经济低迷 多也不是又也不是 就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了 当然不是绝境啊 走到十字路口了 其实我在这一点呢 也要对我们政府 这方面的政策呢 也表示同情的 其实也不是我们的问题的 你看对我们政府而言的话呢 你说方宽信用吗 好 通货膨胀来怎么办 资产继续泡沫化怎么办 你收缩信用吗 股价狂跌 股价一狂跌啊 说不定就把楼市泡沫 一起弄破怎么办呢 今天已经不是我们中国的问题了 而是说我们问题 跟别人很类似 只是他们的口径呢 是说是他们害怕 因为他们已经微调往回调了 而我们的微调是往前走 这只是唯一的不同 所以你注意到没有 这个世界进退维谷 定带会上也没有提到 通胀的这个风险 这让人很好奇 因为一般来说 定带会都会给 这个经济工作会议 就提一个大概的框架 或者一个方向 那这一次 我们就觉得很好奇 一般政府高层的会议 在中国起码 中国特色就是 春秋笔法 威严大义 对 就很多人去分析 这个字面文章 字面文章依然采用的方式 是说这个继续实行 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 适度宽松 这就很有玄机了 对 很多人就在分析 说09年偏重宽松 10年偏重适度 但这个适度 怎么叫适度 多少叫度 就不像 09年那么宽松了 稍微再更适度 不那么宽松 所以有一个说法 有个说法 分析师们会认为说 2010年的6月份 或7月份 中国可能会加息 中国可能会加息 27个基点 他们这样猜测 是基于一个判断 是中国的退出 跟其他欧美的退出 是不一样的 因为欧美那边 采用了大量的 那个金融的手段 去调节市场 它必须要慢慢的退出 对中国来说 中国更多是从政策 和货币上去调整 中国的问题 跟欧美问题 是完全不一样的 欧美的问题呢 是什么 就是政府 拿钱给银行 救助你 比如说是 今天你银行 有一百块坏账 我拿一百块金钱给你 把坏账给我 好吗 我帮助你银行 那么下一步 这些政府应该怎么做 从这边如何退出 是他们该考虑的问题 我们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一个说法 是中国的资产泡沫比 欧美要明显 那是一定的 就是我们整个救世 他们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旧金融机构 而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基础建设 由基础建设 而拉动了经济 一旦建设完成之后 你就没了 那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佐利克就很聪明 这个人们真是了解中国 他当年当美国 那个副国务卿的时候 副常务国务卿 就提出那个利益攸关方 他对中国 其实一直很洞悉 他就提倡他小朋友 最后一句话 他的预言是说 08-09年度的 这个危机的解决方案 可能会给10年 乃至以后 很长远的时间 带来麻烦 是的 这个麻烦 这解决方案 就是之前说的 比如说大规模的资亿计划 这种投资基建 四万亿 它会催生出 中国特色的这种资产 它有很多副作用 它讲得更具体的 它是会催生中国 特有的一种副作用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现在投资基础建设 投资红红火火的 好吧 那么这些基础建设 的本质是什么 表面上看起来 拉动就业 拉动内需 宝宝 那是表面现象 最可怕的是什么 这些投资 基本上就是利用 明天的产能过剩 消化今天的产能过剩 我就以四万亿为例 四万亿投资在中西部 我就以高速公路为例 投完之后 你有没有车在上面跑 基本没有 没有车跑的高速公路 就叫做产能过剩的 高速公路 你在建的时候 需要用钢材 需要用水泥 所以可以消化今天 钢材市场 两亿吨的产能过剩 也可以消化 这个水泥市场 十亿吨的产能 十亿吨的产能过剩 问题是 建的时候没问题 红红火火的 建完以后怎么办 建完之后 高速公路产能过剩 不要钢材 不要水泥了 因为不需要建完了嘛 因此把钢材水泥市场 大回原形 产能过剩 所以我们这些建设 等到明昏的建设完之后 发现 不但有现在的产能过剩 还有明天的产能过剩 广州有这个 这就是危机 广州大桥 对面不是修了一个 立大大桥吗 现在基本上没有车跑 空荡荡的 当然还是挤广州大桥 那么建完之后 有两个产能过剩 那我问你 新的增长点是什么 所以这是我们面临的 第一个麻烦 叫产能过剩 你看第三季度 国家统计局监测的 24个行业中 21个行业 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 包括咱们之前聊的 这个如火如荼的新能源 对对 风能 多定规 所以这一切建设 就是利用明天的 新的产能过剩 来消化你刚刚讲 这些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是一个麻烦 同时呢 10年代 这更两个时间面对另一个麻烦 就所谓这个资产泡沫 就是天亚的信贷 和这个资金阀门一大开 导致很多资金 咱们节目的既有观点 固有观点 没有流向实体经济 没有流向制造业 反而流向了这个股市楼市 有人去调查 银行的信贷 到底有多少是放给周小企业的 后来他们有个回答说 有的资料显示 银行资金中有一部分的规定 是带给周小企业的 但是2009年 带给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然后呢 指标满了怎么办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个调查的结果 但是不是这样子的 真正的情况是 李宁明说了 李宁明说 在地方看的时候 银行是给了周小企业贷款 但是都是中等 偏上的企业得到的 中等偏下的企业 基本没有贷款 通常我们的资金 就流向基础建设 跟大型国企 国企吧 也不一定是大型的 比如换了我是那个 利托和B和B托的那种 铁矿石卖家 我一定看好中国的需求 为什么 你们再见吗 你们还要再见吗 所以利托要涨价了 还有我们给那个 FMG铁矿 我们不是签了合同吗 他们说不算了 这些跟铁矿机相关的 都在涨价 对他说不算了 已经签过什么 叠价百分之以下 现在不玩了 不算了 不干了 要抬贷价格了 你会发现一个 很诡异的现象 今天十月之前 他对中国是赞赏楼价 十月之后大转向 以后在听这些人 讲话的时候 他说你好 不是你对你自己好 不是经济发展 对我们中国人好 而是经济发展 对他们好 当他们说你坏的时候 是中国经济发展 要对他们产生的危机 这就是索利克说的 为什么2010年 他们担忧 中国的资产泡沫法 会对全世界经济 带来综合 新凯美瑞运动限量版 动感上市 纪念版 同期限量发售 凯美瑞为您成就卓越 广汽Toyota 当时我特别担心一个事情 因为上期我们聊到的 迪拜的那个事情 迪拜危机 它就是一个资产泡沫 那么我有个想法 能不能把迪拜 跟目前正在建设的 海南国际旅游岛 来做个对比 它有两个相似的地方 第一都是 外来 外来带动 外来人口占大多数 因为海南岛 它其实很小的 本地人口并不多 第二呢 都没有和明显的 实体经济支撑 海南没有什么工业 而且国际资本 国际大楼都在 寄予这个岛 上次问我 问我说 你熟悉海南 这个旅游岛的计划吗 我说我知道 我就是海南人 你啊 我就是海南人 然后这个计划 我听了很多年 终于成了 我当然不高兴 我特别担心 为什么呢 有一个数字 从海口到三亚 它的海岸线 是黄金海岸线 595公里那么长 布满了 大大小小 400多个 开发的那个项目 总金额 大概是 超过1000亿 你看里面的数字 动辄投资 数十亿的 数百亿的 多得不得了 什么华润地产 鲁能集团 然后中信集团 都在那投资 泡沫岛 对 我个人觉得 它是一个很 很危险的事情 火药库 对 而且呢 我问当地的那些朋友 他说这个房价 已经涨得很厉害了 多少钱呢 现在说这个市中心的 两万都有了 两万都有 你想想看海南 我在海南的朋友 即便两万块钱 我在海南的朋友 还建议我去买房呢 就是因为 没有人建议我去买房 对 还会在网上 就跟迪拜的感觉是一样的 因为迪拜是两万 我们的信心 比迪拜人那强多了 两万块钱迪拜就倒了 我们怎么20万吧 前三季度 我看了一个数字 说海南的房地产投资 是占全省城镇固定资产的 31% 全国的平均数字 只有20% 然后呢 一月份到十月份 房地产的开发投资 是占同期海南全省的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 31.5% 这个是海南最大的投资产业 跟那迪拜差不多 迪拜的比例差不多 对不对 迪拜也是比例 你已经做过迪拜的那个案例 对对对 包括我们之前跟石安彬老师聊 那个房地产的时候 聊到北京啊 北京这个城市 现在基本上也是做房地产嘛 对 超过50%了 对 超过50%了 所以我怎么能 怎么能开心起来了 你放眼望整个 你真的幽默幽明 我幽海南岛 幽海幽明 幽幽海南岛 幽海幽乡 对对对 私乡情窃 没错没错 你看整个经济环境 你会发现 处处都是泡沫 对 所以很多业界讨论很多 包括金烟石也说 我们说中国事实上 已经进入了当年 日本超级泡沫阶段的前期 而且有数据显示 说中国房地产销售的总价值 已经超过了200万亿元 就这个泡沫的催生啊 这个包括之前聊这个基建 文章里面 佐利克也说了 他用这种诗话的语言 佐利克的文笔真是不错 他用诗话的语言说 说我们不应因凯恩斯的复活 而忽视了福尼德曼的存在 他是个全才 佐利克 他其实参与政界 商界 银行界 还包括了一些 比较明显的一种决策层 他都参与过 他其实很了解中国的情况 而且这个人啊 不但是了解情况的 而且说话也比较客气 他对中国是比较友善的 对 他都比较友善的 其实美国的政要啊 很多对中国都是很熟悉的 比如说财政部长盖特纳 他还会说中文 都是对中国非常深入理解 这让我感到更担心 这也很奇怪 就是美国民众啊 对中国的理解不够 说美国普通老百姓 只会关注到自己社区里的事情 因为美国 他都不知道是中国在北京 还是北京在中国 对 因为美国是一群精英 同理是一群傻瓜 这些精英理解的话呢 就够了 但是你看这些精英的态度 你会发现一个很诡异的现象 就拿这个世界银行 包括这个世界银行的行长啊 佐利克来举例子 咱们会发现在起码 在今年十月之前 你看他的在公共场合论坛 这些表态 包括文章 他对中国是赞赏有加 他认为中国通过自助 来拯救了世界 而可是十月之后大转向 因为十月份之前 中国这一种 我们刚刚所批评的这个政策 对他们是没有利的 有利的 好吗 我们大量机会铁矿砂 怎么怎么这个 可能用到很多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机械设备有利的 等到出了问题之后 对他们开始造成冲击以后 他们才开始会提出来 因此你不要认为说 他说你好你好 是因为你真好 不是的 而是他说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是对他有利的 好吗 当到了十一月底 他发现对他不利以后 可能会资产泡沫 影响到他 他说 他开始说哎呀 你们是发展模式是有问题的 好吗 因此我请我们所有的领导人注意一件事情 这以后在听之前讲话的时候 他说你好 不是你对你自己好 不是经济发展对我们中国人好 而是经济发展对他们好 当他们说你坏的时候 是中国经济发展 要对他们产生的危机 这就是索利克说的 为什么2010年 他们担忧中国的资产泡沫法 会对全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危机 而且索利克这篇文章 咱们今天来一个文章分析 这个文章里面还有一段话 他说相对于传统的这种产品的通胀 这种资产泡沫的危险性更大 他说因为从表面上看资产泡沫 可能很多人看来是健康的信号 这个价值上升 所以他还说说不幸的是 历史书上关于如何应对资产泡沫的章节 后面跟着的通常都是悲惨的故事 对这种资产泡沫 一旦爆破之后 这个冲击是很难很难复苏的 这他勇发这个意思 而且索利克最近有一次公开演讲 叫危机之后 这篇演讲 他演讲中提了一个概念 他说中国未来存在不确定性 就是一方面他会唱好中国 说这个中国是这个负责任的 是正在迅速崛起的 应该融入到事业体系 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中国 这个不确定性 那我举个例子再讲好了 第一个资产泡沫化 大概不确定性 对不对 还有严重的产能过程怎么办 也就是说这么多的基建 都是用明天的产能过程 消化今天的产能过程 而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国务院在上个月 提出20条方案 鼓励民营企业投资 因为他们发现 一旦政府支出建设完成之后 就是产能过程 而缺乏新的正常点 那怎么办呢 鼓励民企投资 但他们又发现什么 民企干本不想投资 想干嘛呢 想炒都炒过去了 所以更多的民企资金 进入到地产跟股市 造成更严重的资产泡沫化 所以他们发现 民企投资 无法解决未来经济的动力 没有往那种经济动力 反而造成了另外更大严重问题 资产泡沫化的更恶化 所以这个不确定性 你可以有一个翻译 叫复苏的可持续性 而我们聊这个资产价格的泡沫 其实构成了一个前提 构成一个我们思考 明后两年 这个宏观经济的一个前提 这就是赵商银行 那个行长 秦晓 最近也是公开撰文说 货币政策 不能忽视资产价格的走势 现在等于是 现在这个大量的流动性 在虚拟经济 内部循环 不断的循环 不断循环 让泡沫越来越大 那问题在于 你释放流动性很容易 但是收缩流动性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说白了 其实土地也好 股票也好 它的实际价值 是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人的心理 这就是泡沫 为什么危险 一旦我清醒的认识到 它的实际上 有多少的时候 它就可以爆破 你知道什么时候爆破吗 当大家意见 趋于一致的时候 就会爆破 股票市场 为什么它有 它能够往上走 好吧 它不会崩盘 因为它意见不太一致 好吧 你认为 我认为 一件不一致 才能带动股票市场发展 如果意见一致呢 那就是崩盘 那就这么简单 我们资产泡沫 只要这么样子 走下去的话 大家都硬着这个市场 都埋不起房子之后 完了 意见趋于一致 那就资产泡沫 全线崩溃 所以说 随着这种危机时期 超常规的这种 次业计划 慢慢的退出 其实我们的整个的 宏观政策 是要对资产泡沫 做一个很谨慎的一个理解 现在就是两难 第一 严重产能过剩 第二 资产泡沫 你怎么办 这个叫什么 这叫滞胀 那么再跟政府讲一句话 你晓不晓得 为什么 最近这么困难 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因为我在一年前 都告诉过政府 一个国家 只要走入滞胀 所有政策 将完全失效 有没有一个政策 可以同时解决 这两个问题 而我们传统的教科书理解 一方面是要维持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要防止通货膨胀 这两条路子是经济的两难 那现在看起来两者合一了 那是合一的 对 这就是目前的困境 其实佐迪克的这篇文章 东亚资产泡沫 最大的一个影响 是对媒体来说 他们很关注 明年中国会不会加薪 一般来说 东亚的国家 往往会在美国之后 才考虑加薪的问题 对 因为加薪对自己的出口 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对 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按那个目前的情况 你看资产泡沫 和货币宽松政策的 一个直接影响 那么明年加薪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加薪的基准点 我判断不准 就算加薪 我看也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现在有学者分析说 对于现在当前中国的经济环境 加薪不是关键词 退出也不是关键词 关键词叫规范 就是说所谓现在 结构主义盛行 这个调结构 你像现在一到年底的时候 会说结构比增长更重要 在我们国家 泡沫越来越严重的时刻 欧美竟然要求我们人民币升级 又希望我们在加薪 突然有一天 他们干了一件什么事 把泡沫撕破 让我们造成全盘的崩溃 本栏目由广汽丰田独家冠名播出 新台美瑞运动限量版 动感上失 纪念版同期限量发售 Camry为您成就卓越 广汽Toyota 浮雪口服业 改善女人停血 女人气色红润 有精神 浮雪口服业 女人年轻的秘诀 浮雪口服业 还要六场生产 京青盛会 魅力清月 12月11日至12日 广州景汉展览中心 2009清远民优产品 展销推荐会 孩子感冒了 人籍家里有优卡丹 专制儿童感冒 不苦哦 家有儿女 常备优卡丹 优卡丹 人和可力克 一力计较 治感冒可力克 和毕生原肠润茶 通一通多年的老贬秘 省力啊 更省幸运 快给你的肠子洗洗澡吧 毕生原排常润茶 愿你轻松 每一天 浮雪口服业 改善女人贫血 女人气缩红润 有精神 浮雪口服业 女人年轻的秘诀 浮雪口服业 含药六场生产 你经常失眠 喝好睡点 改善睡眠 中药精炼 放心可靠 助睡眠 失眠就喝好睡点 好睡点 睡眠香香甜 你失眠 快喝好睡点 妈妈最开心的事 就是看着宝宝 大口大口的吃饭 三斤排葡萄糖 三心口服业 愿宝宝吃饭香香 身体棒棒 补心 我选蓝瓶的 这次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刚才谈的 因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我估计咱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还没有开呢 但是政治局会议 这个定调会已经开了 他传递出2010年 经济政策的新信号 他说调结构的 按照这个部署 调结构的几个新的着力点 一个是促进消费的需求 就咱们之前说的 现在一直是从外贸驱动 转为消费需求 当然很难 还有一个是鼓励民间投资 就现在一直是市场 政府做投资主体 现在要开放民间投资 多元化的投资 然后推动这种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发展 来不及 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来不及 还有一个是 都在摇头 我们俩都来不及 激进应对气候变化 哎呀 那是气候 我们都不用 我们先不用关心气候 先把 经济问题 要调调房地产的结构 认为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房地产问题解决呢 这个最重要的 这个地产问题 还不单是这个泡沫 还有质量的问题 有个朋友做建筑书 他跟我说 他做建筑的 广东的房子 第一 他是没有设置维修基金 第二呢 他的使用寿命最高是50年 不像咱们说的 70年发展之后嘛 对吧 只有50年 而这50年还包括 30年的维修 地产商都在赌博呀 赌的是你的心理呀 结构调讲先把 房地产调成 非植柱产业 因为下一个冲击波的话 我很担忧 是从房地产泡沫崩盘开始 就像香港一样 但我们是不希望 走到这一步了 不过香港是 房地产有97年 2009年底 香港的房价跟股价 又 股价已经超过了 97年的水平了 分价也是一样的 要报复 有一个数据 这还讲 说那个 从去年底到 今年的10月份 香港的金管局局长说 大概有5675亿 港元流入到香港 是不是热钱流入香港 这部分可能也跟 这个泡沫有关系了 这个数据是真的吗 这个数据我当然 我不晓得是不真 但是我们知道 是有大量的 热钱流入香港 炒房地产跟炒股 这是真的 香港最近天价买房 很多资金来自中国大陆 炒股票资金 也来自于大陆 也就是说 香港目前的资产泡沫 和大陆是相关的 这也是为什么 左立克他两个一起提 对两个关联在一起了 关联在一起了 所以他用的是大中华 因此要爆破了 好困难就是一起 那现在又有个问题 如果我们说 央行收缩了流动性之后 那是不是有 国际的热钱进来 国际热钱进来 产生的对冲 依然我们的流动性 也很充足 这里有一个数据了 三季度 我国外汇储备 增加了1410亿美元 然后当季的外贸 顺差和利用外资的 那个量 大概仅为600亿美元左右 还有800亿美元 没法解释 对就是叫做 国际热钱 通常国际热钱 通过香港的管道进来 就一方面 我们大陆的热钱 跑到香港 一方面香港的这个 通过香港这个渠道 国际热钱进到内地 对 这还会继续吹成泡沫 按照理论上看 这样是会的 甚至我都 是我很担忧 你知道 我就担忧 这世界上 国际金融狙击站子 我担忧 什么国际金融大鳄 他们在干这个事 我都很怀疑 这个钱就来自欧美的银行 在我们国家 泡沫越来越严重的时刻 欧美竟然要求 我们人民币升值 又希望我们 再加息 那么人民币升值也好 加息也好 会使得更多热钱进来 而当他们放出这种信号之后 你会对国际金融大鳄 产生一种预期 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升值了 我们一定要加息了 因此在还没有升值 还没有加息之前 更多热钱就开始流入了 就是你刚刚给了个数据 所以我认为这一切 说不定就是一场国际阴谋 一系列组合权 一系列组合权 然后让中国资产泡沫越来越严重 然后突然有一天 他们干了一件什么事 把泡沫刺破 让我们造成全盘的崩溃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 海内外的学者 已经看到这种资产泡沫的一个危害 包括咱们之前聊 那个末日博士卢比尼 他最近也在频繁的说这件事情 说说金融市场开始形成新的泡沫 尤其这些新兴经济体 造成新的这种投资泡沫 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 包括博南客 咱们也是咱们节目中 谈话中的常客 这也在说说亚洲经济引领全球复苏 但是这个亚洲必须像重点方的消费 同时警告说亚洲正面临资产泡沫的风险 或者是要通过更灵活的一个汇率来应对 或者说吧 那个从08年金融危机开始到现在 有哪些措施是真正能刺激内地消费的 没有的 我们的所有政策都在拉动GDP 而且是用钢筋水泥来拉动GDP 佐尼克预言到这个问题 中国面临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经济复苏是否可以持续 第二个问题就是从出口驱动 转为内需促进增长 尤其转为这个国内消费 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这种转变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 我觉得它是观点的问题 像我举个例子 我有个好朋友 他其实学历蛮不错的 他有他房子要卖 如果卖的话可以卖120万 可他说我不卖 问他为什么不卖 他说还在涨呢 我等着升值 我卖了以后拿钱干嘛呢 我也不想消费 对 人们心里没长败 太多人的压保房地产 没办法 他现在我们老百姓很可怜 他没有别的投资渠道 能投什么呢 除了买房地产之外 这样子的泡沫 比迪拜还严重 我们还敢去买 所以刚才李宁说 调结构首先应该调房地产 就是什么时候 中国积极能去房地产化了 什么时候中国积极 走上正轨了 亲爱的 房地产比重这么大 你怎么去房地产化 这不是说去就去的 你别说 我认识的几个房地产开发商 他们私下跟我讲说 其实我心里挺虚的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变化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发现了 赚钱赚得心惊胆跳的是 很早见的 应该赚得很高 闲人爽是不是 我们地产商既然赚钱赚得 心惊胆跳 代表说第六感 已经告诉他们了 一定有点要出问题了 去年十月份 在推出四万亿的时候 我当时就劝过政府一句话 叫放弃宝巴 偿富渔民 第六 偿富渔民 然后老百姓有更多的钱 他才能增加消费 而我们现在发现 宝巴已经没什么 没什么担忧了 可以吧 二十都无所谓 明年也可以 明年继续宝巴 没有问题 但是似乎发现问题 还是很多 问题非常多 而且这次说 中央经济公司会议上 有一个现在媒体的猜测 说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 提到这个防通胀 这件事说 能不能以一种 就比较明确的方式 写进这个文件中 现在很多人表示担忧 所以说 佐利克的预言 已经笼罩这片土地了 我觉得我们呢 最好少听别人讲 好听的话 我们多一点优惯 意思是好的 因为我想告诉 我们的电视观众 真正的危机 不是危机的本身 而是你对危机的低估 甚至是对危机的无知 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而我觉得 我们正在这么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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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